回答Kitty,她就問三八八港交所 之前中美好像在爭取數 還未談到審計底稿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憧憬,那些人會回來港交所做一個主要上市 或者第二集資都會在港交所做 今天好像談到數,港交所就要向下 Kitty就問,她說她現在是有貨的 她大概賣價是三八八十八元 她就問你可不可以購貨 還是應該止蝕呢? 她說中美審計這次事件對她有沒有影響 港交所這些理由已經不應該止蝕 在操作上要考慮 但是我覺得對於一般人,特別是你三百八十多元 拿到現在 雙又一定是雙的 其實想像你不買港交所買其他東西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問題就是我叫你止蝕港交所 是你未來會少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你之後會買了什麼 你買了另外一樣高風險的股份上面 結果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想想,如果你要止蝕港交所 我覺得在圖上是要考慮的 我覺得會有機會穿三百元的港交所 但問題就是港交所穿三百元的時候你買其他東西 可能都是一樣要求 會收是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般散戶來說 你對港股有信心的 你想做一些長線投資的 港交所又沒有說不行的 而你三百八十多元這些東西 我覺得未至於永遠回不到家鄉 但是其實剛剛講中概股那些東西 你也有教訓 今天當然跌的時候你就會說 現在談得到 可能不回來 但其實你想想升那段時間 這段時間會不會怎麼升 你看回六月份、七月份那段時間 是否因為整扎中概股 被人說要退市而升 當然那時候有些這樣的聲音 但其實歸根究底 就是那段時間的港股很厲害 恆指好像準備衝上去兩萬三、兩萬四 港交所一樣會這樣 所以港交所有一些股份 就是你不買恆生指數 你買港交所可能會比較好些 但短線這些股份就比較大 而且主要成交金額問題 我覺得未來成交金額 可能又會回遲到八百億、一千億左右 那港交所我們看股份 最基本步就是先看市盈率 現在港交所做三十多倍PE的市盈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已經預示了很多中概股回來 所以短線其實是沒有什麼上升趨化劑 所以你問我 不知道是否止蝕港交所 其實應該是止蝕的 但問題是要想一下 小心一點 下一步自己跟著會買什麼 如果你未來止蝕港交所 轉買恆生指數 我覺得是OK的 你的指數要不要去重複 你有很不同的相關的東西 雖然恆指的表現 提供問都不能在哪裡 但如果你說未來一段period的時間 我相信恆指的表現未必會差過港交所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去不止蝕港交所的時候 我覺得是應該止蝕的 但是奉勸一句小心你之後買的東西 因為現在說 當港交所你都需要止蝕的時候 港股是難買的 我替Kitty請教你 好了我真的這一刻止蝕了 那你有建議她可以買入什麼呢 其實我會建議 將筆錢分住地收集回恆生指數 會對這些 暫時在市房上會比較好 就不會一主過這樣去買 如果一主過去買 其實你繼續拿著港交所 起色五年六年的時候才回家鄉 這個不知道五六年後發生什麼事 但我自己還在香港也不夠肯定 真的會有很多這些 真的太遠了 這些市貨不適合做長線 去想一定沒事等等 這些真的不能夠寫包單告訴你 但是你說如果沽了港交所之後 不適合你怎麼做好 我想未來這段日子上面 我相信其實只會短線 市場會有淨利率狀況 實際上負利率環境都會大部分時間堅持 你都是需要去投資的 但是暫時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分住吸納可能會比較好 那就拿回康子200螢幕基金這些